在今天白天的假期 非常舒適的天氣 許多朋友都出去到戶外走一走了 不過這樣的好天氣的狀況 到了明天的下午以後 可就要開始改變囉 所以好好地把握這天氣狀況 但是我們用幾個時間點 來提醒大家要注意的事項 第一個先來看看今天的晚上 今天的白天天氣好 但到了晚上 天一黑以後 開始霧的狀況 就會在西半部地區 跟外島的馬祖金門開始要出現囉 所以整體的天氣形態來說 在晚上的西半部地區 跟外島的馬祖金門能見度會偏差 行車方面要特別的注意 但是到了明天的早上的六點鐘的時候 清晨的溫度還是偏低 所以清晨出門行車 騎車的朋友 或者戶外工作的朋友 穿著方面都要特別的注意 而在禮拜四這一天來說 中午的天氣 還算是一個蠻舒適的 溫度狀況來說都有在二十三 中部二十五 南部到二十七度 可是要特別注意 從這禮拜四的下午以後開始 雲層增多之外 到了傍晚的時候 北部跟東部要轉雨了 因為封面雲帶開始要接近了 而到了後天 三月一號 我們的氣溫就會從一大早的十五度 一路降 降到晚上剩下十一度 因為星期五的時候 強烈大陸冷氣團 加上華南雲帶的東移 整個降雨的形態在嘉義以北都會出現 那我們接著來看看真實色彩的雲圖 從這張雲圖當中可以看到 大片的水氣帶在華中地區 在江南地區 甚至到了四川雲南 這我告訴大家 這邊的雲層這麼多 是什麼原因呢 因為最重要就是從印度洋 輸送過來的水氣 但再來要怎麼走 再來水氣會往東走 而且包含了華南這邊的水氣帶 到了禮拜五開始逐漸的要接近 臺灣上空 所以從週四的晚上封面雲帶的通過 接著禮拜五的時候 華南水氣的東移 加上北方的冷高壓 開始帶進來強冷空氣 所以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 濕冷的感覺 在週五跟週六 這兩天非常的明顯 接著來看到動態的雲圖了 雲圖上我們先注意到 水氣的發展 在現在這個時候 是以華中跟江南地區為主 可是華南這邊的水氣也開始增多了 這就告訴大家說等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水氣在通過的過程當中 就會造成降雨的狀況出現 而且加上冷空氣的南下 溫降幅度就變成濕冷 而且非常明顯的溫度下降幅度 接著看到地面天氣圖了 地面圖上可以看到西北的冷高壓系統 目前仍然在蒙古到西伯利亞的位置 正逐漸的往南移動 明天冷空氣到長江流雨 後天的時候冷空氣整個壓到臺灣上空 所以我們後天的溫降就變得非常的明顯 來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外島地區仍然比較偏冷一點 明天大概中午以後開始就降雨 到了澎湖地區 明天晚上的時候風力才會變大 臺灣本島部分 北部多雲石英 到了東半部地區零星的降雨 到下午以後降雨增多 中南部都是好天氣 但日夜溫差明顯 小丁寧兩件事情要注意 第一個西部外島夜晚有霧 行車要注意 還有早晚天氣冷穿着方面要保暖 不死於下午後 請往下下 小丁寧 請往下 請往下 請往下